哇 这两头狮子好高大 好威猛 只可惜不能动 让开让开 谁告诉你它们不能动的 看我的 它们硬结出 这是什么 这可是属符咒 只可以把石狮子变成活狮子 可是我看这狮子也没活啊 我打它它都不动 啊 大哥大哥 对不起 有话好好说 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 别打我 别打我 怎么办啊 三毛 你快把你的狮子给收回去 狮子一旦复活就收不回去了 不过 你可以跟我一起 给我收集一点符咒 用符咒的力量来对付它 你不早说 属符咒 牛符咒 虎符咒 兔符咒 到底哪个符咒才能降服狮子啊 算了 就你吧 兔符咒 毕竟我也是属兔子的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不就是爬个楼梯再爬个藤蔓吗 这个难不倒我 什么 你居然去拿兔符咒 怎么了 兔符咒攻击性有多弱你不知道吗 一个只会逃跑的生肖 我劝你还是换一个吧 谁说兔子只会逃跑了 兔子那叫敏捷好不好 你看 我获得的是灵敏蛇素的技能 那还不是用来逃跑的吗 你 你不信 你就自己试试看 只要你能用兔符咒打败我的狮狮子 我就承认你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 嘿 臭狮子 我打你屁股地儿 我跑 嘞嘞嘞嘞嘞 指不上我吧 你 你敢欺负我的狮子 哼 怎么不敢了 我打完才跑就不叫逃 好 你给我等着 猪头 给我收拾半拉 什么 居然找帮手 看我 不行 他的攻击伤害太高了 即便我速度快能躲过一次 但是只要被命中 就必死无疑 看来 我还是得去获取一个别的辅助符咒 那就 选择蛇符咒吧 敏捷的伸手 加上隐身的技能 我肯定无敌 嘿嘿 三毛 我来报仇了 我来报仇了 感谢观看